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让摄影师如此慌张? 在女儿失踪的沉重打击下,阿祖法已经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, 她的心灵被对女儿阿依达的思念填满, 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找到失踪的女儿, 让她早日回到自己温暖的怀抱。 长时间的焦虑和悲痛,对阿祖法的精神和体力都造成了极大的消耗。 在跟随警察抓捕老者阿里的儿子之后, 阿祖法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城市的旅程,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方式, 哪怕是最微小的线索,也要找到女儿的踪迹。 她的心中充满了坚定,即使面对重重困难, 她也绝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。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,阿祖法首先来到了打印店, 她利用摄影师手机中存储的女儿日常照片, 挑选出最清晰的几张进行打印。 这些照片是她与女儿之间情感的纽带, 也是她寻找女儿的希望之光。 随后,阿祖法带着这些照片走上了街头, 她向过往的路人和附近的店铺老板展示女儿的面容, 询问他们是否在最近这段时间见过这个可爱的小孩。 尽管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令人失望的没有, 但阿祖法并没有因此放弃。 她咬紧牙关,坚持着这种虽然效率不高, 但却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寻找方式。 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大地, 阿祖法不知道已经走过了多少街道, 她的额头上早已布满了汗珠, 汗水与泪水交织, 顺着她的脸颊滑落, 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。 摄影师在一旁目睹这一切,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心酸。 她提出让怀孕的阿祖法休息一下, 但被她坚定地拒绝了。 阿祖法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 继续寻找, 直到找到女儿为止。 尽管摄影师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, 在网络上发动了附近善良的粉丝, 帮助传播寻找阿祖法女儿的消息, 但阿祖法依然坚持要亲自走上街头, 继续她的寻找, 在她心里, 多一种途径就意味着多一份希望。 她愿意尝试每一种可能的方法, 只为了那一丝可能与女儿重逢的机会。 从繁华的街头到欢声笑语的公园游乐场, 阿祖法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 她的脚步虽然轻盈, 却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疲惫, 脸色阴廉日来的焦虑和劳累而变得苍白。 她的身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呛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 阿祖法已经走过了许多地方, 从城市的繁华到郊外的宁静, 她的寻找从未停歇。 然而,跟在她身后的摄影师, 虽然一直默默支持, 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察觉到 阿祖法脸上的不适和体力的不知。 正当摄影师开始担忧阿祖法的身体状况, 想要上前询问时, 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, 阿祖法突然失去了意识, 缓缓倒向了地面。 这一幕来得如此突然, 让摄影师措手不及, 她急忙冲向附近的人群寻求帮助。